再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的头条也是 杜鹃台风过后 台南登革热疫情可能会再度飙升 而自由时报是报导 昨天北北极放台风架 不过整天却是无风无雨 台北市长柯文哲惭愧地表示 说对不起国家民族 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 房子买卖新版不动产说明书 将会在明天上路 是不是凶宅 还有周边半径300公尺的范围之内 有没有高压电塔 殡仪馆等闲物的设施 都要详细记载 而看完了三大报的头条之后 焦点再回到杜鹃台风的灾情 杜鹃风强雨急 南投知名景点 集集绿色隧道的一棵60年老张树 被拦腰给吹断 而沿线不少铁刀幕的树枝也都被吹落一地 造成绿色隧道一度是无法通行 现场紧急封路来清理 而在昨天下午已经恢复通车 今天将会有国军来加入 协助绿色隧道复原 杜鹃台风已经远离 但南投县知名的旅游景点 集集绿色隧道却饱受摧残 沿路许多铁刀幕和张目都遭到强风吹断 很多就直接吊在马路上 县府也赶紧通知包商来清理 强烈的风势还让这棵超过60年的老张树 拦腰折断 绿色隧道到处都是断枝产业 让交通一度中断 从28日晚间就开始封路 经过29日上午的抢通 目前已经恢复通车 当地的里长表示 虽然目前绿色隧道已经抢通 不过很多断枝只是先堆放在路旁 仍需进一步清理 30日将有国军弟兄加入清理行列 协助绿色隧道恢复原本的样貌 记者邱紫培彭安群 南投报道